粉红电影馆不太感的呀 咱们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扎姐 今天扎姐给大家带来的电影 名叫《安娜勤运士》 讲述了名叫安娜的女人 与她的宁人们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吧 车友人说 每个女人一生会需要三种男人 一种为人有趣 富有冒险精神 一种幽默健谈 为人灵力 最后一种 一定要有高超的性爱技巧 能令女人极富享受 对于女主角安娜而言 她的男友约翰三者兼备 安娜一直坚信 约翰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两人在一起生活非常幸福 可是不久 约翰为了前往北极探险 抛弃了安娜 从此遥无音信 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无疾而终 影片在女人失恋的悲伤乐趣中 拉开了序幕 一晃五年过去了 在这五年里 安娜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约翰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 安娜想通了 她要做感情的主人 而非爱情的牺牲品 从此 她只为自己而活 为寻求快乐而活 安娜开始辗转在 数不尽的陌生异性间 循环作乐 在那些陌生人身上 寻求安慰 他们没有承诺 没有伤害 只有纯粹赤裸的欲望 渐渐的 安娜的办法奏效了 她好像真的忘记了约翰 从情商中 走了出来 一次偶然中 安娜结识了 名叫弗兰克的男子 弗兰克温柔稳重 会在安娜生病时 虚寒温暖 细心照顾 安娜被男人的善良打动 两人顺其自然地 不如了爱河 在与弗兰克的相处中 安娜发现对方骨子里 没有那种冒险精神 温润如玉的弗兰克 乐于过 平静安稳的生活 安娜与弗兰克的交谈 是愉悦了 一起缠绵欢好 也是美好的 总之 她对现在的男友很满意 安娜就此重新振作起来 某天 安娜搬进新公寓 弗兰克也赶来帮忙 二人一起粉刷着墙壁 空气变得暧昧起来 两人越贴越紧 在满地涂料的房间里 火热开展 就在两人兴致正浓时 一声电话响起 打断了两人亲密的举止 这时 又有人敲响了安娜的房门 原来是搬家公司的职工 两名职工 把东西搬到公寓客厅 安娜赶紧躲进卧室 整理一身 不禁间看到 其中一名职工竟是约翰 女人仿佛受到冲击一般 站在原地 诧异不已 弗兰克没有发现 这其中的异常 匆匆吻逼安娜 离开了公寓 安娜从未想到 会以这样的方式 再次遇见约翰 她以为 永远都不会再见对方 约翰也注意到了安娜 只是善善地说道 她完成了自己的立线 接着 便接过同伴递来的箱子 继续工作 约翰看到 安娜与现在的男友 生活幸福美满 心头无味杂沉 在这五年里 她的探险不仅失败了 还丢掉了 曾经的爱人 也不晚了 在约翰离开后 安娜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一种失而复得的 莫名情愫 从心底 生疼了起来 接下来 在与弗兰克的 相处的日子里 安娜开始 不可抑制地 失念着约翰 她压抑着内心 对约翰的悸动 内心很是纠结 随后 安娜更是借口 维护与弗兰克现在的关系 拒绝了对方 与自己同住的要求 她还把多余的房间 租给了一个 单身女人 卡米拉 卡米拉为人爽朗 性格外向 很愿意和安娜 分享对爱情的看法 在卡米拉的 乔前宴会上 安娜听到门铃响起 拉开门 发现竟又是约翰 她关上门 来到男人面前 显然很乐意 对方的打扰 稍微落魄的约翰 有些急促 她告诉安娜 自己是来 还给对方 拉在车厢里的东西 安娜看到男人手中 拿着的高跟鞋 没有任何扭捏的 坐在楼梯台阶上 让男人帮自己穿上 看是否合适 约翰随即明白了 女人的警义 默不作声地弯下腰 为女人穿了上去 安娜近距离地看着 伸下约翰的一头金发 心头雀跃不已 不想这时 弗兰克拉开了房门 破坏了二人的暧昧气氛 她一把将安娜拉了进去 丝毫没有在意 门外的陌生男性 约翰被关在门外 嘴角却浮现了一丝笑意 回到公寓里的安娜 心思早已不在宴会上 她不但没有了狂欢的心情 还对弗兰克失去了感觉 拒绝了对方的亲近 安娜越发思念约翰 情不自禁地想起 与约翰在一起的往昔 原来她从未忘记过约翰 心底还一直深爱着对方 等了第二天一早 梦境成真 安娜睁开朦胧的睡眼 真的看到了约翰 她丝毫不在意 男人的扇子闯入 迫不及待地吻了上去 约翰看到女人的亲密举动 也放下心来 拂摸着安娜的秀发 回应着女人的爱意 两人就在闸乱的厨房里 燃起了炙热的爱火 戈壁 弗兰克的憨声 厨房不断掉落的酒瓶 都打断不了相爱的人的疯狂交换 他们完全沉浸在彼此的身体中 不可自拔 醒来的弗兰克 终究还是换回了安娜与约翰的理智 约翰急忙穿好衣服 在墙边留下联系方式 便赶紧离开了 安娜这紧急清理现场 弗兰克来到厨房 除了安娜外 只看到门边墙上 写下的一串联系电话 男人没有多想 拿着抹布 将那串数字插掉了 安娜对弗兰克的举动 很是恼怒 以这件事为借口 与弗兰克分手了 然而重回但是的安娜 无论怎么寻找 都找不到约翰的联系方式 冷静下来后 他只能静静等待 约翰来找自己 至那一日起 约翰再也没有出现过 安娜心灰意冷 终于明白 约翰又离他远去 独自踏上了历险之旅 安娜又一次 为约翰的离开 感到伤心难过 但是这一次 他没有放纵自己 与之相反 他把全部的精力 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这个方法 不仅让安娜忘记了 与约翰的一切 还让作为服装设计师的他 在事业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晚 在剧院工作的安娜 陷后了一个法国男人 皮尔 她是皇家剧院的 艺术主管 皮尔对安娜很感兴趣 在第二次的约见中 安娜与皮尔 大聊戏剧 与服饰的搭配 两人相谈身欢 安娜接受了皮尔 去巴黎的邀请 担任对方戏剧的 服装设计师 女人把这 当作无聊生活的调剂 正好可以摆脱 像是永远在发情期的 室友卡米拉 因为还有些日子 才会动身去巴黎 她开始着手踩风 绘制草稿 VPR的戏剧 设计合适的服装 这些繁忙的工作 使她得以短暂的 好比对约翰的思念 到了深夜 工作之余 安娜脑中那些 尘封的记忆 便如冲破闸门的 洪水般 汹涌袭来 她孤单地躺在床上 动情地回忆着 与约翰的甜蜜过往 忘情地爱抚着自己 缓解对男人的相思 安娜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她即将动身前往巴黎时 约翰又出现了 甚至还要租她的房子 安娜埋怨约翰 总是不识而别 约翰也很是倔强 认为自己留了电话号码 安娜却从未给自己打过 她一直在等着女人的来电 安娜最后坦白 自己弄丢了男人留的电话号码 她设计了所有办法 都徒劳误货 约翰无言回应 安娜这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公寓 不再理会约翰 约翰默默跟在安娜身后 帮女人收拾好掉落的行李 光电火石之间 安娜的理智又屈服在 对约翰的爱恋之中 两人热烈地亲吻起来 可就在两人即将进一步缠绵时 安娜清醒过来 拒绝了心爱男人的求婚 她不再相信 看似痴情 说消失就消失的约翰 女人独自拎着行李 踏上了去往巴黎的旅途 安娜已不是 那个不经世事的少女 她不再相信 只是一个纯粹的误会 让她们再次分别 约翰完全可以来找自己 但她没有 同样 安娜也不会为她 放弃自己的事业 此外 安娜打算借出差这个契机 考验一下约翰 如果约翰能在她的公寓 与帅哥杀手卡米拉 相安无事地住上三个月 那时安娜才会相信 约翰对自己是真心的 不过安娜认为 这几率应该很低 离开哥本哈根 安娜来到了巴黎 她把这里当作新的开始 在剧院工作之余 她和女演员索菲成为了朋友 两个单身的女强人心心相惜 很快成了五话不谈的好友 但闲暇之时 安娜还是会思念约翰 她怀念与约翰在哥本哈根的生活 巴黎的新生活还没开始 似乎就要结束了 她甚至还不留情地 拒绝了皮埃尔的示爱 惹得对方跳脚 心情不佳的安娜 郁闷之下给约翰打去了电话 巧的是约翰恰巧也给安娜打了过去 两人因此都没有给彼此打通 公寓里 约翰怀念旧日里与安娜在一起的亲密时光 正当她在浴室里缓解对爱人的思念时 闷外响起了卡米拉的声音 两人同住了一个月 仍旧没有丝毫亲密的进展 卡米拉又一次挑逗起约翰 男人承认卡米拉很有魅力 但她不认可卡米拉的行为 一味地享受当下的快乐 此屈从于身体上的怀疑 并不是约翰想要的 卡米拉使着浑身解数 仍然没能得到约翰的任何回应 女人败心离去 第二天 卡米拉接到了安娜的电话 她并不知道约翰与安娜的关系 于是 毫无保留地 把最近的情况 告知了对方 约翰一直洁身自豪 安娜听到这个答案 大感意外 紧接着 还有听到 卡米拉哭诉 怀念成绩的男友 女人难过地表示 她失去最爱的人后 才明白对方的珍贵 安娜安慰道 如果卡米拉还喜欢那个男人 就要抓住机会 找回对方 不要因为误会 措施一声 安娜劝慰哭泣的好友 自己也哭了起来 在安娜内心 也有着和卡米拉一样的伤痛 安娜也深知 自己再也做不到 与约翰从回从前的甜蜜了 她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那种压力 让她寝食难安 苏菲注意到 安娜糟糕的情绪 告诉安娜 她和皮埃尔 称是一对亲密无间的爱人 热恋的他们 盲目地相信 彼此会一生一世在一起 可如今 两人的关系 比陌路人还不如 分手后 如仇敌一般 经常恶语相向 他们分不开 却又不原谅彼此 只能从陌生人身上 寻找未见 皮埃尔曾找到安娜 现在 苏菲也找到了安娜 将之作为 情感的宣泄口 她抚摸安娜的身体 两个寂寞又爱上的灵魂 在狭窄的房间里 发生了碰撞 也许 只有肉体上的未见 才能安抚 两个孤独女人心理上的不安 而此时 在安娜的公寓里 约翰告诉 表面轻松愉快的卡米拉 如果世界上 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 其他人 都会变成将就 真正的爱情 绝不仅仅只是 身体上的快乐 那么简单 卡米拉想到了 她的前男友 她对前男友的感情 便是如此 约翰也坦白 她心中是爱 便是安娜 不过 她明白的太晚了 她已经得不到 安娜的谅解 打算离开 不再打扰 安娜的生活 卡米拉听闻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害怕孤独的女人 在征得约翰的允许后 睡在了男人的床上 愿在巴黎的安娜 在经过苏菲 甜蜜的爱抚后 认为必须打破 这种恶性循环 她不想自己和约翰的结局 像皮尔和苏菲一样 彼此孤独 痛苦 原来只能在陌生人那里寻找安慰 安娜选择坦白面对内心 于是连夜从巴黎 赶回了 哥本哈根的公寓 不想 却看到 约翰和卡米拉睡在一起 安娜气愤的离开公寓 站在街头 发现心头的怒火 安安决定 永远不再让自己 被男人伤害 她要彻底告别约翰 绝望的安娜喝醉酒 险些运倒在便利店 即便如此 她还是无时无刻 不再想念约翰 安娜被一个货车司机 带到了车上 不断开油 醒来的安娜 顾不上其他 急忙拎着行李 找到了弗兰克 向对方忏悔 祈求复合 无料 弗兰克直接拒绝了安娜 她知道 安娜并不爱自己 而且看出 安娜心有所爱 备受折磨 又放不下 男人劝慰安娜 找到对方说清楚 说明白 否则 她的余生将都不会快乐 安娜顾虑重重 她害怕 约翰和卡米拉相爱 甚至还担心 卡米拉有了约翰的孩子 最后坐在路边的安娜 停止了胡思乱想 重新振折起来 击败内心的恐惧 再次回到了那栋公寓 敲开了卡米拉的房门 却看到 卡米拉正在和前男友缠绵 在和卡米拉交谈过后 安娜才知道 约翰对自己的情意 她放弃了冒险 寻求与自己复合 而自己 却一次次丢到了 与她真诚相待的机会 如今 约翰选择乘船离开 再次踏上了历险之旅 影片最后 安娜知道所有真相后 骑着车赶去了码头 她惊讶地发现 约翰并没有乘船离开 那只是安静地坐在海边钓鱼 吃脸多年的两人 选择将过往抛住脑后 重新开始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丹麦影片 是一部真枪实弹的情色片 影片从头到尾 都完美地贯彻了 情色二字 踩入最自然的拍摄镜头 里面相应画面都很直接 既没有任何刻意的遮掩 也没有任何刻意的暴露 剧情全部都被情感牵引着发展 最后总而言之 这是一部很自然 很真诚的影片 在扎姐看来 两人真是活干 如果确定恋人关系后 还能想干嘛就干嘛 那你到底是爱还是不爱 爱就好好爱 不爱也不要祸害别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粉红电影馆 扎姐和你 下期再见